说到渔圈未解之迷时 相信不少人都会想到张柏芝第三胎这件事 而这段时间张柏芝更是极其活跃 尤其是前段时间 他突然更新了三娃动态 这位三娃更是罕见露脸 一时间关于张柏芝三娃生父的议论 再次甚嚣尘上 然而张柏芝依旧和曾经那般 没有进行任何回应 而这么多年来 自从出了照片门的事件后 张柏芝可以说是争议不断口碑下滑 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 才是人们认识的张柏芝 对于当年的照片门事件 相信网友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而当年做出这么轰动的事情 其实张柏芝名誉已经受损极其严重 虽然说那个时候的谢霆锋 在面对外界时选择了原谅 但这件事本身就如同一根刺一般 永远留在心中 所以后来张柏芝又被爆出在飞机上 和陈冠希态度极好时 这一次谢霆锋果断选择了和张柏芝离婚 那个时候有人说是因为张柏芝藕断丝连 也有人说谢霆锋早就想离婚了 但一直缺少一个奇迹 但不管如何 最后张柏芝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独身生活 因为受到当年事件的影响 张柏芝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上都比较低调 虽然当初她还是被曝光过一些男友 但最后和这些男友都没有修成正果 直到2018年 张柏芝突然在社交平台上面表示喜提三态 一时间无数的网友纷纷将目光都放在了她的身上 要知道从2012年离婚之后 张柏芝就再没有结婚 现今突然爆出自己有一个三马 并且已经生下来了 这个消息可以说引起的轰动不比当年小 一时间无数网友纷纷猜测 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当时有人表示孩子是谢霆锋的 两人可能要复合了 也有人表示孩子是公公谢贤的 两人早前关系就不一半 更有人说孩子是陈冠希的 离婚后张柏芝和她就情复赤 可以说各种不靠谱的猜测甚嚣沉上 而张柏芝面对网友的猜测从未出面解释 并且这么多年以来 他哪怕是分享三娃的照片 也基本上是将脸遮住让观众们看不到样貌 可以说正是这种遮遮掩掩 神神秘秘 让无数网友的好奇心被彻底地勾了起来 不过这几年 网友们一直没有看到 三娃的真容 直到早前 张柏芝发布了视频 才看到她的样貌 只是这个样貌 让很多人都觉得有些惊讶 因为那褐色的卷发和精致立体的样子来看 显然和早前 人们猜测的所谓生父都相差极大 更像是混选 正是因为真容曝光 所以不少网友发现了端倪 那就是早前的时候 张柏芝同母义父的姐姐戴笔芝 曾经就在社交平台上面晒过自己孩子的照片 跟张柏芝前段时间晒的三娃几乎一样 有人表示她这是拿着姐姐的孩子来当做自己孩子 但具体原因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证据 不过这件事也让很多人想起了 早前张柏芝谎话精的情况 早前张柏芝开始付出回归娱乐圈的时候 她就通过参加各种综艺以此来提高热度 一开始的时候 她因为经常在节目中提及孩子 并且还表示自己对孩子有多好多好 从而让不少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好妈妈 但谁能想到 这个头衔还没有戴上多久就翻车了 早前在某当节目当中 张柏芝就说自己经常给孩子做饭 但被问及平日里做什么孩子喜欢的菜时 张柏芝竟然说是白米饭以及汉堡包 这个回答显然是让很多人都非常惊讶的 如果真喜欢做菜的话 估计是绝对说不出这种 让人一听就不信的话 而且无论是白米饭还是汉堡包 基本都不怎么需要做 显然因为这件事 让张柏芝早前所谓的好妈妈形象崩塌 并且这种撒谎的事情 张柏芝更是经常做 之前在节目当中 她就曾经表示自己多年没吃肉 但网友们却在她的社交平台上看到 张柏芝平日里都会有吃牛扒等肉类食物 显然这种行为和她的说法是相差极大的 同时更离谱的事情 还是她曾经说过的拍戏时的事情 张柏芝当时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曾经为了拍戏 可以连续三个月不睡觉 随后她又表示自己 可以连续睡16天都没有起来 甚至还有人在她睡梦的时候帮她敷面膜 实际上这种事情只要稍微有些常识的人 都知道不可能 连续三个月不睡觉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哪怕是存在的 也早就因为过度疲劳从而离世了 而连续睡16天除了婚礼 基本上想不到任何可能 显然张柏芝的这种话语明显就是在说谎了 而面对这种事情 像太早前就对张柏芝爱说谎这件事进行了评价 表示这已经是张柏芝的习惯了 甚至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谎 并且向太海隐晦地表示 张柏芝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可以说从这一方面网友们也能够知道 在三胎这件事上面 其实生父是谁已经不太重要了 实际上这么多年已 来张柏芝的性格也和人生家庭有关 从小单亲读书少 后来再加上和谢霆锋的离婚 让张柏芝的整个精神状态 其实一直都不太好 虽说当年她和谢霆锋离婚的时候 显得非常体面 两人没有互相说对方的坏话黑料 甚至张柏芝在离婚之后 更是表现得非常洒脱的样子 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还是有待商榷的 当年两人还是夫妻时候 谢霆锋在某个节目访谈的时候就说到 自己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同时她还表示 张柏芝同样也是一个没有安全感觉的人 甚至没有安全感到 偶尔一觉醒来就会哭 那个时候只要谢霆锋不在她身边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说这种依赖度 以及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完全不像是后来张柏芝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洒脱 所以很多人觉得在离婚之后 她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感 最后才会让自己的精神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同时也有网友表示 离婚之后 很多人都不看好她 所以她才会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 所谓强大来保护自己 就像是披上了一层坚硬 并且戴刺的铠甲一样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 那么其实对于张柏芝的谎话 就不难理解了 毕竟早前的她虽然看似洒脱 但其实内心非常在意 于是就会在各方面 都想要表现出自己的要强 尤其要展现出一种 我过得也很好的状态 最后因为这种心理愈演愈烈 于是才会变得过犹不及 不过近些年不少的网友们 也开始逐渐地发现 张柏芝的内心应该是渐渐地放下了 早前的时候 看到她点赞了王菲的社交平台 要知道这几年 风飞恋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 而在这位前妻看来 这种恋情显然是眼中钉一样的 不过现今张柏芝能够点赞 证明她内心已经变得平和 同时她还公开大方地祝福了两人 可以说这也让很多人都看到了张柏芝的变化 就像之前张柏芝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以后我将会有三个小男生一直保护着我 可以说有这样的状态 实际上三娃生父其实已经不再重要 之前张柏芝在节目中就说过 不管这个男人是谁 只要生完孩子他爱怎样都可以 可以说从这件事当中 网友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也许这位生父可能连张柏芝自己都不知道是谁 甚至有人表示 可能就是在库房里面随机选的 不得不说 有时候人们接受打击的程度是不同的 而张柏芝显然是现在才逐渐地缓过来 并且变得越来越好